恶魔岛联邦监狱释放出美国最大的毒枭 他曾是掌控着哈林区的地下世界 就连黑手党的五大家族都认可他的霸主地位 十年间曾经属于他的地盘 早已拾过境迁 但仍有许多好友 手下前来帮他接风 派对上 手下纷纷诉说着 各自受到的委屈和不公 他不在的这十年里 地盘被意大利人逐渐吞噬 刚出狱的邦比就收到手下来报 仅剩不多的厂子被砸了 他们来到酒吧了解情况 原来是胖子的手下桑不开的枪 邦比单枪匹马 来到胖子的制毒窝点 想要用此事奋一杯羹 像从前那样 从110街区到160街区的声音 都要有抽成 没想到胖子直接拒绝了 那一枪是给邦比的下马威 哈林区已经被意大利人霸占 时代变了 邦比是什么人呢 怎么可能忍气吞声 他和昔日好友迈尔联手出击 迈尔手里有人 邦比手里有枪 他们达成一致 打算把四栋楼区域的毒品全部消除 邦比拿出尘封了十年的剃须刀 他曾用这把刀一战成名 胖子得知消息 带着手下拿上武器 怒气冲冲地赶到四栋楼 大战一触即发 可邦比早已安排手下 埋伏在楼顶的各个角落 原来邦比的目的很简单 他会让哈林区 被胖子霸占的街道做不成生意 除非他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分成 桑不率先走上前挑衅 邦比给他吃了一记拳头 然后亮出那把 曾让人闻风丧胆的刀 作为老熟人 胖子当然知道他耍刀的技术 堪比李小龙的双截棍 立马挡在前面拦住邦比 胖子带着手下信心离去 这天邦比家里来了一名妇人 他的儿子泰迪失踪了 是和一名白人女子 一起离家出走了 不仅如此 两人还偷走胖子两斤毒品 邦比人脉很广 很快就在一家小旅馆找到他们 原来白人女孩 是胖子的亲生女儿 为了避免泰迪被胖子剁掉手脚 邦比让人带泰迪去外地躲一阵 找到桑布让他体验了 上次没能享受到的剃须刀服 框刺一下 一命呜呼 然后把毒品栽赃到桑布身上 接着找胖子谈判 为了女儿的安危 胖子无奈只能妥协 终于邦比开始一点点 夺回曾经的街区 他在街边找到和前妻生的女儿 女儿是个瘾君子 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前一天还在大街上 朝邦比伸手乞讨过 当时两人都装作互相不认识 这部剧还算还原了美国的六十年代 黑老大出于后 开始找回当年叱咤风云的自己 而胖子当初只是某个大家族的司机 如今却霸占自己的位置 那土皇帝肯定是要找回厂子的 六十年代的变革时期 披头饰和毒品 也算是叛逆的嬉皮士时代